現在講這個負面的思想 譬如有時我們自己說 都沒有人理我沒有人關心我 有沒有試過這樣的感覺 當時有一個團友 他說我發夢就發夢到同一群團友去吃東西 吃東西之後 他們個個都不記得我便走了 真的在現實發生了 我們個個走出門口 他說個個都不記得我走了 我發夢就實現了 他就很傷害 有時我們說 人人理我不關心我 就會有一種傷害 這是一個負面的思想 雖然那些人真的沒有關心你 但我們自己有這個意念是一個負面的 用聖經觀念取代就是 神不關心我 人不記得我 神都記得我 我就可以關心有需要的人 和私給受更為有福 他不關心我不要緊 我關心他慢慢他會關心我 這樣我們便用了這個意念取代 但是我們人很多時候覺得不拒絕 人們不關心我 很難以接受 於是便要有負面的感覺出來 我留意自己是否很多時候有這樣的事情 這是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我便發覺我裡面的負面思想和情緒 我全部處理的時候 那時候的心真的很輕鬆 無所謂的 又很願意這樣去祝福人 負面思想怎樣處理呢 哎呀沒有人關心我 譬如這個意念 哎呀沒有人關心我 用聖經主代 沒有人關心達神 關心我 我可以關心那些有需要的人 師品受更為有福 那越關心人 就越多人關心他 我自己其實我很少特地找朋友 但是我經常都對人好 我四個人都是朋友 因為人們見到我 都覺得我經常關心他 所以人們很喜歡找我經濟的 我是很多朋友的 那就是我關心人的時候 我便是朋友了 那些人經常都覺得 哎呀他們對我不好 那就會留在一種負面的思想裡面 但我想告訴大家 我是真身經歷過 我是從經歷中學習 去改變我的負面思想 我是有負面思想而 神改變我的 我是刻意選擇的 我不是從抽象的理論 說出來的 大家有沒有人有朋友想問 但我的意思就是 假想以後都不跟你 以後你都不會打師父了 你見證他都不理他 特地拿幾個認證他 即是以後你都這樣做的時候 事情會不會改變呢 會改變 但有可能 的確有可能 但是 不過你是用笑容 你是招呼正義 而他不肯去做的時候 那個就變成他的問題 即是 雖然他沒有回應 但你依然 你見到他的時候 當然你有時你可能選擇本頭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其實你都可以選擇 開聲就叫他 早上你好 他又是不理你 你很面目的 我知道很不舒服的 但你說 這樣做 起碼不會變 即是起碼 都有機會可以佩服 其實重點就是 不在乎他的反應 不在乎他的反應 不在乎他有多好 雖然他多不好 譬如有一天 我們被人擊敗 被人抓去坐牢 被人堅打 那個人來了 你依然說 祝福你 嘩很難 但你不理他 你見證他 你就挖他 你就打我了 事情會改變的 你說你好 祝福你 都不代表會改變的 不過這個是我們作為基督圖的一個表現 我們這個生命的果子 當我們這樣的時候 可能有一天 他只是在心裡 為何這個人會這樣 因為我打他 他都會祝福我的 雖然他對你不好 這個就是我們 即是說我們不跟從神 只有事情變差 還有我們的內心很不舒服 內心有性靈的提示 你人都不舒服 所以我 這個是一個藉口 或者給他壓力 其實我們的心不想和招呼 所以我們就說 或者給他壓力 其實這個問題不是壓力 是真的有一個人與人際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存在的 但我們就很問一個原因 或者會給他壓力 不如我不要做 即是我們用一個善意的解釋 但其實這個善意的解釋 即是叫我們不要做一種神 讓我們做一種神 所以我覺得 就算他沒有反應 你都依然繼續經過 因為這是神 即是神想去做 我們不是反應 這就是處理生命 問題是你想不想你的生命提升 你想發揮生命 你想被神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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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想的時候 是必然處理生命 不處理生命 是不能夠被神大使用 你就去到那個項目 你想想 如果你時時都看到那個人 你都是跟他的關係不好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提升 即是這個人有問題 是他的問題 好了 給自己壓力 那你怎樣去改變呢 肚子一定要祈禱 回家自己祈禱 主耶穌我是很難去言說他 我很難去祝福他 我很難去招呼他 但神你給我的力量 釋放我的力 因為我們裏面有個副件的力量 但是我們就說 神啊 你是想我們祝福 我們是想我們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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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想我們榮耀你的生命 主耶穌是你賜這個力量 一路這樣呼求 慢慢地你的心會不走 有這個力量 很多驚徒戀愛的都是 的而且確有一種壓力 不過問題是 當你月親的神 你有一種動力 就變成不是壓力 可以是壓力的 那一種東西是可應壓力 但如果你願意衝破的時候 就沒有壓力 就像那時候 其實我不是壓力 那時候我說的那個人 就是哪一個人 我是很不舒服 其實我不介意招呼他 我每天都不介意招呼他 是他不反應 其實有反應 不過反應是太過難打 引致我心裡不舒服 那我要衝破這種人不舒服 那我的心會不舒服 第一 如果我以後都不同的招呼 這就變成我失憶性 或者變成我受它影響 那我就選擇 就是我裡面有一種不舒服 但我這種不舒服 我要處理 即是無論那種感覺 是甚麼都要處理 其中有一件事 有些人說的 就是feel good 我做這件事 我這樣不喜歡做 不想做 有時很多基督徒說 我不想傳福音 我不喜歡看聖經 我不喜歡看字 我輸都不去看 都要看聖經 我不喜歡跟別人說 你也要傳福音 即是很多基督徒 我不知道你有否聽過 有些人會這樣說 或者我們中間的人說 我是不喜歡做這件事 問題就是 不喜歡是否我們的生命原則 是否我們跟從我們的喜歡和不喜歡 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原則 因為我們是跟從神的原則 好了 但是神的原則 你說我真的不喜歡 那怎麼辦呢 即是我們的心 不是靠神的路 我們就要保守我們的心 要悔改 祂有需要幫我們 可能一步步的 有時一下子的 明明你很多人都是不好的 怎樣去衝過呢 第一步真的要祈禱 為了你逐個提言去祈禱 以致我們的心能夠 心裡面放鬆 然後呢 真是鼓起勇氣那一天 主耶穌幫助我今天 要真是跟祂招呼 如果沒有做開 真的 的確是甚麼 但是你說耶穌 我靠著你 衝去 我不知道有沒有答你 即是說 有很多我們做的事 不是容易的 其實我自己 有時人說的說話 有些人負面的說話 而我回答他 我是選擇不正面 即是譬如他講奉獻 我就懶地張著他 搞什麼你這樣跟我說話 總之令他很不舒服 這就不是好的見證 即是我回應他 而我能夠令他覺得 我不是攻擊他 我不是令他不舒服 這件事我可以說是很高難度 很多時候 我又講例子 有時我 即是我自己 有些人傳的見證給我 都說的說話 是負面都有的 即是有他的經歷 那我呢 就一定 即是我一定和我太太商量 為甚麼呢 我問他 我寫這個回應 你覺得我這些回應 有沒有一些吉他地方 在時我們無疑中吉他 即是 即是 即是你這樣說笑話 我現在回答你 就已經吉他了 但我怎樣回應 而是吉他去認證 這個是真的 那我用個例子 曾經有一個同學 那個同學呢 即是全部同學都很正面 那個同學呢 他知道我回來香港 他就發了一個電郵 他說 他講甚麼呢 他說 你在韓國搞不定 搞不定 你現在又 你的太太死了 所以你呢 就很不開心的回應 就是這樣 好嗎 那我後來 我後來了解完 這個同學是有些什麼 即是他有些心理 那我當時我都搞不定 我想 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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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可以直接說 你又搞不定 其實我搞得好一點 我現在呢 已經有個太太在等我回來的 那我可以這樣 但是呢 我 我就選擇證 我講甚麼 我講 多謝你提 他還說 他還說 你問有一個同學 那個同學 認識很多女生 那個同學在學生時 認識很多女生 你問那個同學 那個同學會幫你找個女朋友 那他跟我說 那我就說 多謝你 很欣賞這個同學 這個同學 也是一個很喜歡的 因為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那 即我正面回答他先 多謝你的關心 那我才說 那我才說 我多謝神 是給我一些 侍奉的出路 更大 發揮我生命 給了神給我好的態度 就是我最後的同學 但是我正面 一開始的時候 我不是 即是 我先多謝他 就是我希望 用一個正面的關心 但我也承認 有時候 我們需要用一些 智慧的說話 某些情況 當有些人說的 很負面的說話的時候 我們可能那句說話是甚麼 當謝你提醒我 這句說話好像覺得 哇 好像很遠 很柔軟 有沒有做到 其實有做到 因為他會覺得醜 如果他有些良知 他會覺得醜 即是他剛跟你說過 那些很差的說話 對於你會說 當謝你提醒我 這句說話其實是 另一個方法懷念他 因為其實我們 改變有很多種程度 一個是接受 說正面的說話 不去指責他 有些人是需要提醒的 但是有些人 我們需要去幫他 但是幫他的人 提醒對人 我們譬如基督徒 我們都需要先見到關係 如果關係 他始終對我們不好 我們說 你這樣說話 真的沒有甚麼愛心 他不會改的 他聽完你會不會 沒有甚麼愛心 我真的悔鬼 言罪了 請你原諒我 他不會這樣說 他肯定會列出很多原因 你先得罪他 你做得不對 所以我這樣對你 我們 總之第一 就是跟他有甚麼 然後問神 甚麼時候是好的時候 跟他談話 跟他談話也有正面 這個真是 我可以說是一個 極大的智慧 和能夠 自伏己心 強於取成 能夠用在智慧的時候 智慧的方法 用愛心說誠實話 這個真是 很多人是 總之一說的時候已經是 一對方 我求助幫助 我自己和大家 我譬如輔導很多夫妻 都發覺 一直教他如何做 這次說完 他說是 然後說兩句 又開始說他老公不好 因為他習慣了 這麼多年 經常都說他老公不好 所以一出口便會 我覺得 越是對抗 未必會代表 亦會不會代表 所以 由我的心 首先 由我的方法 然後慢慢 某一個時候 有些人 我們要說一些 說話 從外面的人 不信的人 我們都要有時 說一些 說話 都要有智慧來說 但是 從未信的人 就更加要小心 我不覺得 一定是代表 我對他有何 他就會一直重來 但有時候 我會這樣 出聲 你這樣一個人 他經常都這樣 是這樣 踩我 我經常都說 任何事 多謝你 多謝你 到有一天 他都是這樣說的時候 我可能會跟他說 我想問 你覺得你這句說話 是會給人什麼感覺 或者為什麼 你會說話 我會用這樣的方法 去問他 有一個柔和方法 問他 可能他會大罵大罵 有些人大罵大罵 你又會跟他說 OK OK 可以了 可以了 有些人 我們就 要去處理 但是 在一個適當的時候 可能會說 我都想我們好些 可不可以 他說 你這麼壞 我怎麼跟他好些 我想你告訴我 什麼是壞 我去改 就是有自衛念 但一個一定會突然 我們不要斟攻心 就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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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